欢迎收看1月30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大新店有线电视制作诸年贺岁特别节目 从2月1号起晚间7点钟 在第一次频道首播 春节期间出游到哪里玩呢 大台北后花园之称的实定区 有绝美的拍照景点 是走春的好选择 为了让病患在春节期间有足够的用血 新店捐血室呼吁社会大众踊跃捐血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举办高楼火灾抢救演习 希望借此提升消防人员的高楼火警抢救能力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 要来看看深坑深高里太鼓队长辈们 是如何快乐打鼓越打越健康 迎接新春猪年到来 大新店有限电视制作了贺岁特别节目 节目中除了可以看见明代 地方区长里长以古装的半项半年 还规划了年节小知识 走春玻璃灾和过年爱健康三个小单元 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从2月1号晚间7点钟在第四频道首播 欢迎民众准时收看 农历春节到来大新店有限电视制作的 猪年贺岁特别节目 以中国春节为主要风格 邀请地方明代以及新店深坑石定 平临乌来五个行政区的区长和里长 录制拜年吉祥话 祝福民众在新的一年红运当头心想事成 今年更别出心裁 租借中国宫廷古装 让前来摄影棚录制的来宾 以变装的方式拜年相当有趣 另外节目中还规划了年节小知识 走春玻璃灾和过年爱健康三个小单元 在年节小知识中 以简单易懂的影像述说 过年的传说习俗等等 而在走春玻璃灾的单元里 则收集了时定深坑新店 乌来等地春节旅游的好景点 最后的过年爱健康 邀请了更新医院专业医师和营养师 告诉大家该怎么吃才能够健康过新年 大新店有线电视一共制作三集 新春贺岁节目 将于2月1号晚间7点起 在第四频道首播 连续播出三集 从2月2号开始则以轮播的方式 从早上7点起每三个小时播出一集 直到2月11号下午1点钟 从2月11号的晚间7点开始 恢复正常地方新闻播出 欢迎民众在春节期间 锁定由大新店有线电视 特别制作的新春贺岁节目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 今年的春节假期长达12天 许多人都会规划全家出游 在这里就推荐大家 不妨可以到石定走走 石定区有着山水美景 像是鳄鱼岛千岛湖 都是拍照的好地方 而且有绝佳的自然环境 空气新鲜 另外淡兰古道的百年山径 也相当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走走 过年就是要出去玩 今天要带大家到石定走走 位于山区的石定 被称作为大台北的后花园 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着仿佛神仙美景的景点 像是这个被称为 绝美秘境的鳄鱼岛 拥有着天然的山水之美 这个地方本来是 北施西中游的碧山村山头 后来因为翡翠水库 新建蓄水 碧山村整个被淹没在水库底下 西岸风暖被水围绕着 露出水面的部分 就像是鳄鱼浮在湖面上的景观 许多人只要来过一次 就会被这美丽的景致深深的吸引 我们石定区好山好水 希望近了一点 大家在春节走春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的千岛湖 永安站道 还有我们石定老街 还有我们的皇帝殿 大家一起来过个好的春节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另外来到石定 著名的淡蓝古道 当然不能错过 走访在淡蓝古道上 可以欣赏美丽的山林景色 而且全城清明的地形 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一起探勘 这个景点还红到了国外去 因为新北市政府 邀请了国际设计大师 小青阳担任制作人 拍摄淡蓝古道系列形象影片 这个影片入选了 第一届世界步道大会影展 让淡蓝古道成为台湾之光了 所以走春 绝对不能错过这国际级的景点 除了山城美景 来到了石定东街 则又是另一种风情 沿着西畔而建的建筑物 是石定的特色之一 称作为吊脚楼 而在西畔旁的步道 种植了一整排的樱花树 春节前后 运气好的话 就能碰到粉红花朵盛开 想要拍摄IG美照 这里当然也不能错过 记者陈小淡 赵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 为了储备过年期间用血 让病患安心就医 新店捐血室 从即日起到2月3号 延长服务时间一个小时 另外呢 新店捐血室除夕及初一 暂停服务 请民众多加留意时间 不要白跑一趟了 经过连日来的强力号召 大台北地区的血液库存量 总算稍微增加 不过包括了A型及O型血 还是未达安全库存7天 新店捐血室表示 冬季气候不稳定 民众出门捐血意愿不高 因此血库频频告急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踊跃发挥爱心 让春节期间有足够的用血 最近的血液库存量呢 已经有比之前在稍微好一些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可以到这个农历年前 可以拉到所有的血型都库存到10天 那还是希望这个大新店的朋友 可以来这边共襄盛举 一起来捐血 为了方便上班民众捐血 新店捐血室到2月3号为止 延长服务一个小时 希望能募得更多血液 1月4号到2月3号 我们都有延长工时一个小时 那这个在官网我们都有推播 主要也是希望服务一些 5点以后可能下班的朋友 想要来捐血的人 可以再多尽一份心理 所以目前是从1月4号到2月3号 我们都是作业到6点钟 另外过年期间 新店捐血室在2月4号及5号 也就是除夕及初一暂停服务 请民众注意不要白跑一趟 过年的时候 也是因为医院的病患 还是需要用血 所以我们是从2月6号 就是初二 大年初二新店捐血室就开始有作业 还是希望新店的朋友 有机会没有出国 没有出去玩的话 可以到新店捐血室来捐血 新店捐血室再次呼吁民众 踊跃捐血 让病患用血不烦恼 安心接受医疗找回健康 记者陈明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有鉴于高楼活警抢救不易 因此新北市消防局 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在新店中的中央新村社会住宅 举办了高楼火灾抢救演练 藉此加强消防人员高楼活警的抢救能力 要将灾害降到最低 还在新店中的大楼不断冒出浓烟 情况相当危急 消防局接火通报 出动多部消防车 原梯车 还有救护车 前往抢救 在119接火包含后 立即派起派遣大队一中队及六工队 前往 刘云年关将近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特别选在中央新村社会住宅 举办高楼火灾抢救演练 模拟新盖建案 消防安全设备还没完工 却因为现场堆放大量可燃物 导致了火势扩大延烧 并且向上串烧 消防单位除了出动云梯车 进行外部防护外 建筑物Nine也进行了消防水线部署 利用不间断的水源将火势控制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住宅 是未来我们的这个市府的指标之一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场所 来做一个先行的一个演练 那除了让工地 然后让我们消防同仁 也可以借由这个火灾的一个演练 那让整个公安的部分 整个消防安全做得更好 现场消防局也出动空拍机 从不同角度拍摄火事状况 及延烧情形 以提供现场救灾指挥官参考 部署有效战力 消防局指出 由于去年新庄某件案发生大火 凸显了高楼火灾抢救上的困难 所以当发生类似的大楼火灾时 最重要的就是要靠消防人员冒险进入抢救 因此如何应变更显重要 同仁对这样的建筑 如果万一在还没有消防设备 可以使用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利用建筑的时候 怎么样检视我们包括消防栓 包括人力的抢救部署 包括整体的运作 这一些可以在事前来先来做一个准备 所以消防局希望透过平时的演练 来加强消防人员的高楼火灾抢救能力 在灾害发生时可以冷静应对 将灾害损失程度减到最低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活力秀以下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限电视新增缴费管道罗 除了零柜便利商店 农会与申请自动扣角 现在还可以持装单到台湾大哥大 买凤门市缴费 用户还另想行动门号优惠哟 与申请自动扣角 启咏 round Hund 咱们相欣只能诬价 咱们你说话你最好 priorities 由深坑深高理和深高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们 共同组成的太鼓队 每个礼拜都会在活动中心固定练习 真正的鼓声令人听人就相当的振奋 但其实呢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有长辈连鼓棒都拿不好 但是呢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现在他们成了经常受邀表演的团体 长辈们都表示 打太鼓不但让他们可以手脑并用 越来越健康 也越来越有自信和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高欢乐出曲 从爱的鼓励开始 打太鼓励开始 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为了就是说 打这个太鼓可以让这些长辈的 不容易痴呆 然后又能够锻炼身体 那在这个推广这个工艺的活动之下 也有我礼办公处来支付这些 器材设备的费用 让他们都能够除了老人共产以外 还能够在另外一个领域去发飞 深高太鼓队成立有四年了 这个很荣幸的是在我们里长支持之下 我们在这边能够一些老年人 能够聚集在一起 那我觉得我们深高太鼓队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非常的和谐 我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下午两点在这边练习 除了练习鼓励之外 我们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可以和乐的在这边一起共享 一个欢乐的时光 我参加这个深高太鼓队可以说是起头班 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敢打那个鼓 打不出声音 后来就他们叫我要怎么打怎么打 我就打出来了 打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打就觉得很高兴 现在七十几岁了 看起来都好年轻好想 在这里打鼓很高兴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有在合唱团里面唱歌 所以这个节奏方面很快我就进入状况 所以学习起来是很轻松愉快 那因为就是跟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然后我觉得打鼓是很快乐的事 一二三四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音 记得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一二三四 这个时候变成你右手的拉 拉右手 虽然年纪到了 有时候会晃神 晃神的时候会打错 但是老师标榜是说快乐打鼓 所以我就保持愉快的心境 就这样子跟大家一起打下去了 再继续打下去 打到我不能打为止 要专注力还要调气 所以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运动 然后体力要好 不然打到最后就没有力气 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对 要有那个运力感 还有那个该用力的时候要用力 该轻的时候要轻 你这样子来打手脑并用 这样子手脚都很灵活 不会像这样慢慢的熟熟 还是这样 不喜欢的 一、二、三… BEN、BEN LET'S GO 對熱鈴的朋友們可以預防跌倒 也就是骨折 因為打太鼓是一個手腦病用的運動 你要手腦病用 自然就要可以當身體達到更平衡 所以可以預防跌倒 第二個好處是 對你的腦部細胞的運動 可以增加你的記憶力 預防失智症 第三個好處是可以穩定你的情緒 尤其是對憂鬱症或者躁鬱症 會有平易的作用 參加各公益台裡的表演 包括市政府有些活動 我們也會受邀去表演 很興奮啊 不會發抖 因為這是團隊的 就算你有一點迷失 人家也看不出來 而且外行人看不出來 所以內行人看不到 外行人看熱鬧 所以打得很過癮 哈哈哈哈 他們看過我表演 好像還蠻認可 覺得我打得還不錯的樣子 有一個架式出來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很同意 都還蠻贊成的 說這個阿嬤 好像越老越活得越有勁 接著來看博貝奧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1月1日起按下買Video快捷鍵 進入機上和買Video 即可抽三星手機 Sony耳機等好禮 收看影片加碼再抽 校普50寸4K大電視 詳情可嫁買Video官網 上網看電視就要精打細算 現在申辦精審方案 每月只要899元起 再加碼贈送超商禮券 詳情請洽291起3939 截日起大新店有線電視收視戶 可持有線電視帳單 致台灣大客大買縫門市繳費 用戶令想行動門號優惠 新店區公所108年2月15日下午7點起 以及2月16日上午10點起 在一樓大廳發放2019新北市元宵民俗小提灯 歡迎民眾所取 安康輕軌工程自107年12月28日起 至108年3月31日止 在新店區安一路二段與安中路口 進行輕軌工程 將調整道路路行 請用路人注意 以上所有的新聞內容都會刊登在 大新店有線電視的網站上 歡迎您上網訂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芳琪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比布 在新店面下 记住 暴力